画面上可以看到好几名男子 头戴鸭舌帽脸戴着口罩 头滴滴的走进北茧 面对镜头不断闪避不发一语 原来是群艺惊爆基金前经理人 坑杀投资人谋取私立无辟案 去年群艺证券投资信托公司基金经理人黄长恩 操作一档创新科技基金时 涉嫌利用资金进场买进的同时 以反向交易手法 利用人头账户买卖组合基金的华泰等三档股票 短短三个月内不法获利达1500万元 而该基金最后亏损2200万元 群艺得知此事后已将黄长恩免职 台北地检署六日指挥调查局新北市调查处 前往黄长恩等人居处所等八处地点执行搜索 并以犯罪嫌疑人身份约谈黄、林两人到案 另外也约谈五名证人 证案潮违反证券投资信托及过恩法 特别被信罪方向侦办 从昨天到今天凌晨 一共八人包含一名证人 被带到北柬 目前林南200万元交保 限制出境出海 黄长恩则预令300万元交保 另外六人请回 针对这起案件 群艺也发表声明回应 强调是前基金经理人个人的行为 以采取从严撑处予以免职